北京时间8月21日,实在难以想象,一场训练赛居然能吸引到全美所有的目光,但UCLA的训练赛就办到了这一点。 今天的这场训练赛中,詹姆斯亲自来当观众,杜兰特、威少和哈登则纷纷上场,几人进行了一场非常火爆的对抗,其中雷琴三大得分王者MVP居然存在比赛中吃到了大射茂,首先是杜兰特,他今天和哈登一组对抗威少乔治队,KD一上来就选择单锹套锹,他突破破了乔治后,选择内线上篮, 结果球直接被对手狠喊山飞,摄了一个一个结结实实的钉板大帽,就在张黄面前,威少被卸帽,哈登被大帽,就连杜兰特都被帽翻了不仅是KD,哈登也被帽了,他单条突破对手,结果完全没想到没有晃开对面,在追防的防守者披头盖脸摁了下来,大哥和三底都被帽了,老二威少也没有躲开, 他以为一单挑中,选择后仰干发出手,结果就算是放到NBA也几乎无解的归是后仰,被对手狠狠冒了下来,球球还丢了,就在杰姆斯面前,曾经的总决赛对手雷霆三上,全都知道了大雪茂,NO,XV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